美国参议院投票反对奥巴马总统的创造就业新提案 这是参议院两个星期内第二次否决有关的提案 美国参议院星期四晚以50票对50票的表决结果 导致了350亿美元的一男子计划无法通过 根据美国参议院规则 推进提案进入下一阶段是需要62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